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英国内政部在星期一宣布了一个消息 5月30日开始 启动一个高潜力个人的签证途径 中文是高潜力个人的计划 这个签证途径对于香港年轻人来说是相当受惠 当然整个政策不只是给香港年轻人 是给全世界 因为英国脱勾之后 他要跟全世界抢人才 就用这个计划去抢人才 这个签证是 向英国以外的 50家顶尖的大学 过去五年的毕业生 不理你们在哪里出生 持有什么passport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话 就是你来英国 不需要预先找到工作 这个不是一个 已经是受雇的工作签证 如果你是在学士或碩士学位的话 过去五年毕业的话 这个就有两年的工作签证 如果你有博士学位的话 你就有三年的工作签证 究竟做完这两年做完这三年怎样呢 其实你就可以 去找其他的工作签证 例如受雇两年都应该找到 一些工作受雇一些雇主 有些长期工作的话 你就要转移另一种的工作签证 就有机会 通过移民的计划 例如住本五年之类 就有机会在英国定居 当然这个和BNO5加1是很不同的 这个BNO5加1 大家知道就是要你 家人 或者你自己有BNO 然后就通过这个5加1计划 就可以来到这里 经过五年 你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 然后再加一年 你有机会入籍 这个就是 无论你持有什么护照 无论你父母持有什么护照 只要你在 他认可的 这个顶尖的大学里面 过去五年毕业 你就有机会入籍 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 转移其他长期的就业签证 长期就业专政 最后你会有机会 得到移民 这个五个顶尖的大学 五十个顶尖的大学 不是五个 是五十个顶尖的大学 其实 排名是什么呢 根据 第一个是 Times High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台湖事报 一个QS 世界大学排名 一个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名单有不少是美国的 譬如哈佛 耶路 麻省理工 有20家美国 然后亚洲的 包括中国大陆的 清华 北大 有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 日本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 据翻查资料 香港科技大学 也在某个年份 入过 这个名单里面 名列前 五十名名单 入过这个名单里面 香港科技大学 当然需要付签证费 715磅 然后再加上移民的健康付加费 IHS Immigration 健康付加费 我们都要 给了这个移民的健康付加费之后 你就可以 可以 做NHS的服务 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然后你可以 攜带家眷 如果你几了分 有子女可以攜带家眷 最少你自己有 1270英镑 生活费 当然 要做一些审查 包括你的 安全审查 犯罪记录的审查 你要懂英语 你要考IOS B1的中级水平 就是 与英语 母语使用者流畅交流 就是这样 你聊天就可以了 这个 出台的背景就是 2019年9月的时候 已经恢复了对国际学生 毕业生的两年工作签证 给他们毕业之后留在英国 用两年时间找工作 因为以前试过 毕业要立即走 不让你来 非常浪费人才 现在被他们留下 现在不单是英国毕业的留学生 可以留下 即使在 其他他们认为的顶尖大学 排50名以来的顶尖大学 都可以留下 希望这些有才华的国际学生 可以在英国找到工作 这个高潜力个人计划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英国的财政大臣是这样说的 这个签证的途径意味着英国将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领先创生创业和创业的中心 这是英国吸入人才的方法 他不会论息 只是计较是否在英国土生土长 英国可以这么说 很多移民的地方 虽然都是以白人为主 主流 其他的少数族裔 例如 非裔的黑人 亚裔的 或者来自香港 来自中国大陆 或者其他亚洲国家 不仅佔少数 但他们是经过不同的时间 用不同的方式 有些是难民 有些是在读书 有些是因为有人请了他可以来 然后 慢慢融入这个社会 他就用这个途径 这次是吸引 一些顶尖大学的 年轻人 因为过去五年毕业 来到这里 做创新创业和创业的中心 他说我们希望今天在这里建立 在明天的企业 政客有很多这些口号 原因是呼吁 学生利用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在英国拓展他们的职业生涯 是很吸引的 你的门槛是不高的 只要你过去五年毕业 你在那个毕业的 大学里面是他认可的 50间 之列 而且就是 你不需要先找到工作 你可以给你两年时间在这里 找到工作你就就业 做完这两年 做完这三年之后 你就有机会转移其他的 这个Visa的签证 工作的签证 可以继续留下 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你就有机会 得到永居和入籍 内政大臣就说 这个新的签证的途径是被人振奋的 推出我能够推出是感到自豪的 这是一个以继分为基础的移民系统的一部分 这个系统 看重的是人的能力 而不是 他是来自哪里 以继分由基础的意思就是 你看看你读什么科 要看你读什么科 所有科都会高分 我不知是否需要考虑成绩 或者之类 这个要计分 其他都可以做的 你可以找工作 你可以自顾 也可以和家人来 我说是 你的伴侣 老公老婆 或者是其他partners 或者和一个小朋友 你可以做 warrantir work 也可以 你可以 出国旅游 可以回到英国 你不可以做什么呢 你不可以 拿这个public fund 你不可以用这个公共福利 或者养老金 你不可以做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 你不可以 两年 不可以延长签证 不可以用这个签证来延长签证 你不可以 用这个签证来申请 英国永居 不过 如果过了这两年之后 你是有机会 有机会 转移其他工作签证 是有机会在这里定居 对于香港年轻人来说 特别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 BNO5加1 需要 你付或没有有BNO 现在最新的计划是 即使他不移民 你没有BNO也好 你可以自己独立申请 但是如果你说我付或没有又没有BNO 我自己又不能独立申请 我自己也没有BNO 我就不能独立申请 就可以用这个计划 这个不是一个移民计划 这是一个 工作签证的计划 当然 最重要的条件是 在香港的 大学里面是过去五年 毕业的 无论是学士 博士 碩士 都可以 我强调两年之后怎样 或者三年之后怎样 这个Visa 不構成 定居 是 签证完结之前成功转换去其他的居留签证 例如找到一些高技术的工作等等 或者有些创业型的工作 这个签证 就需要这样做 那个要求就是 这样然后才能够令到你有机会留在这里 这一点是很重要 什么大学对呢 我刚才说过 其实就是 中大 港大 和科大 都是这个50名的名单里面 不过是不同年份 如果说过往 由2022年到开始算 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 都是这个名单 2021年就是香港大学 2020年就是香港大学 科技大学 19年也是 港大科大 18年就是港大科大 17年也是 港大科大 所以 你的毕业年份 是否符合这个资格 看看你的毕业年份 是否这样计算 看看你的年份 是否在50名 里面 这一点就是 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细节 我不去研究这个细节 大家上网自己看看 不失为一个 BNO5加1 计划之外的一个途径 如果你们上来 如果你们觉得 反正在香港没什么大出路 我想去闯一闯 当然这个闯一闯要靠自己的努力 除了是初步符合资格 你有机会来这里 过两年或过三年之外 两年或三年之后 究竟你能不能够留在这里 就要看看 你在这里的努力的成果 能不能够找到一些 他们是给你可以长期留下的 工作的 工种 或者一些雇主 是要很努力的 我在这里就想跟大家说 我不知道这位年轻人有没有看到 我一次在伦敦 伦敦就探朋友 其实就是 经过伦敦的车站 搭火车 伦敦车站旁 下来 是有一间 高科技 研究生物科技的大楼 其实我都是 猛猛猛猛的 不知道的 走过去看到 很有趣的座椅 我没有细致看是什么 突然间有个年轻人 推着单车 带着单车头盔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几个星期之前 是踩着单车 是踩着单车 老子就没什么记性 然后他就突然停了单车 就叫着我 一个年轻人 我相信他还未有三十岁 二十多岁 就 叫着我用港东话 三哥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突然间 不奇怪 在这儿遇到香港人 会叫你 或者跟你拍照 不奇怪 我就说 没有我出来探朋友 接着那位年轻人 我真是猛到 我连名都没有问他 就 我在这儿上班 摩托桥还以为他是 你在这儿上班之时 你回铁路公司的工作 因为近着火车站 我真是傻傻的 他说不是呀 我在这儿做研究的 这大楼是做 收费科技的研究 他说 他很聪明 他说我在英国读 后博士 他已经是博士 现在是博士后 不是后博士 是博士后 的一个研究课程 在这儿有份工 让他做研究 然后 你知他香港人很爽 其实他在 法国读博士 在香港来英国 然后去了法国读博士 然后读博士后 来到英国再读博士后 是一个 科技的人才 研究什么 我说你研究 Covic 研究 新冠肺炎 他说不是 我目前来说是在研究 肺炎肺炎 肺炎肺炎菌 我说跟他谈起 现在世界很多地方 越来越厉害 他说从来都没有消失 从来都没有消失 香港也有 几厉害的 肺炎的情况 他讨厉害的 有些东西 我讨厉害的 后来就谈了没多久 谈了几分钟 这位年轻人 騎着单车 很瀟灑 走了 当时我有点心情激动 这个年轻人 看他 很年轻 二十多岁 已经是博士后 研究一些细菌病毒 香港人来的 我觉得香港人真的很聪明 他做的事不只是为了香港 不只是卉食 老实实 我也做过 读过 很惭愧 读过几年大学 Biology 我是Biology毕业 我知道我的同学 要做 研究 虽然是碩士 学士也好做研究 是一个非常 苦闷的工作 他 真是很苦闷 你说看着那些细菌 看着那些病毒 眼睛也看不到 电子显微镜才可能会看到 然后用一些 很科学的很客观的 一些研究的方法去看看他们的形态是怎样 怎样 我觉得他们对人类作出很大的贡献 这些科学家 我们香港出的科学家 虽然 我觉得他们将会很有成就 前途无可限量 我心情激动 其实我们香港有很多人才 不过在香港这个环境下 他也很与炭 香港的环境 他也很留意 香港人一定留意 香港年轻人一定留意 他也很与炭 但在香港环境下 留不住这些人才 即使那个不是和政治有关 不是社会科学 是自然科学 他也留不住这些人才 都要离开 都要走 广阔天地 当年 大有作为 不是上山下乡 向贫下中龙学习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你向外厂 向西方国家厂 无论你是 自然科学的人才也好 学音乐的 艺术的 社会科学的 什么都好 我觉得向外厂 年轻人是要有 勇气 有这样的视野 有这样的野心也好 企图心也好 向外厂 找更加多的东西 不要 我真的向大家 不要只留在香港 香港这个地方实在太小 太小之余 香港的环境 政治的环境 经济的环境 文化的环境 学术的环境 越来越差 说句话都害怕的 你做一个艺术作品你是很担心 出不了街 让别人不同的解读 你看看那些演唱会里面 颁奖例里面 香港的乐坛 说的某一个说话 香港加油都给那些黄丝 你说香港加油是否黑暴 是否同情黑暴 你想想 这样的环境 你怎样能够自己有 很大的 自由自在的创作空间 我不要说其他政治的东西 文化的东西 香港加油都不行 所以有很多人 很有才华的 一些做音乐的人 都走了 填字的人都走了 林夕在台湾 王伟民去了欧洲 因为香港 整个环境是很窒息的 你是做不到 随心所欲 自由地的创作 整天都告诉你 自由是有底线的 我写一首歌 是什么底线 所以我觉得 越扯越远 各位年轻人 各位在过去五年 符合资格的 香港大学的毕业 你自己数一数 中文大学 我的母校 香港大学 或者科技大学 的朋友 年轻人 如果你们符合资格 不要害怕 鼓起勇气 有机会就向外闯 他要求不高 钱那方面要求不高 当然有一定的财力 因为 挺好的 有两年时间 找到工之后 那两年 找到更好的工 有机会留下 即使没什么机会留下 起码 令到自己的眼界 和视野开阔了很多 为你下一步 人生的旅程 做好一些准备 挺好的 暂时到这里 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 深习合法的channel 记得自己上网找一找这个计划 叫做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在Google Google 你用回政府的网页 详细去讨论 讨论这个计划 合不合自己 自己有没有机会 聊到这里 再见 翻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